老公瘫痪在床五年,劝我改嫁,婆婆提出无理要求,当婆婆得知事情的真相之后,山人泪下。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我带大家去了解一下。 哈喽,大家好,我是小雨。 这是来自一位粉丝朋友的投稿,为了方便大家理解,接下来我用第一人称为大家讲述。 我跟老公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,两个人在交往期间,关系一直处得非常的好。 于是大学毕业之后,在双方父母的同意之下,也是顺利的结婚了。 结完婚之后,我们是跟公公婆婆住在了一起,公婆对我也都挺好的。 因为我跟老公都各自有工作,白天我们就上着班,婆婆则是在家里边做做家务,给我们做做饭。 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也是挺开心的。 有一次全家人围着桌子吃晚饭的时候,婆婆就说了, 你们两个结婚也有一段日子了,什么时候能让我们老两口抱上孙子啊? 听到婆婆这么一说,我害羞的低下了头,老公就赶紧说, 我们这在结婚一个多月呀,两个人都各自有着工作,再说我们还年轻,你们着什么急呀,孩子总会有的。 其实我也理解婆婆的心情,因为我跟老公毕竟已经结婚了,婆婆又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孩子的一个人,而且公婆年龄也大了, 他们两个就一直盼望着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孩子。 但是我跟老公是大学一毕业,我们两个就结婚了,这也刚刚参加工作。 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商量好的,就是先工作两年,然后再要自己的孩子。 但是看着婆婆如此渴望抱孙子,有一天晚上我就跟老公商量着,说到年底吧, 到年底咱们就把生孩子这件事情提上日程。 老公听我这么一说,一直夸我是个懂事的儿媳妇, 紧紧的把我抱在怀里,说以后肯定会对我好的。 因为我跟老公属于自由恋爱,所以我们两个有很深的感情基础。 本想着,就是到了年底,过完年之后,我们就把生孩子这件事提上日程, 以后就可以有我们自己的孩子了。 这样一家人在一起肯定会更加开心,更加幸福的。 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,在一次周末,我跟老公一起去逛商场的路上, 突然就是有了一辆车冲着我们而来。 老公当时为了救我,就被车撞飞了。 当时命虽然是保住了,但是高位劫瘫,就是以后永远得躺在床上过日子了。 看着老公现在躺在床上,我们两个所有对未来的这种幻想和憧憬全都泡汤了。 我当时就埋怨老公,我说你为什么要救我呀? 就是被车撞的人应该是我。 老公却说了,你是我的老婆,我救你不是应该的吗? 不要说这么多了,你没事,我这心里边就放心了。 听见老公这么一说,我这心里边越发的不舒服了。 因为我真的情愿现在躺在床上的人是我。 老公为了救我,现在居然成了这个样子。 我的心里边深深的愧疚。 公公婆婆实在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,每次婆婆都是以泪洗面。 而且自从知道老公是因为救我才发生的车祸,然后就是现在瘫痪在床,公公婆婆对我的态度也有所转变,越发的冷淡。 他们就觉得就是老公是因为我才变成这个样子的,我的命是老公救的,所以他们就是对我十分的有敌意。 后来无论婆婆对我的态度是多么的冷漠,或者是对我说多难听的话,我都不反驳。 因为毕竟老公是因为救我才成这样的样子,老公又是他们的独生子,他们心里难过,这我可以理解。 所以我跟老公毕竟有很深的感情基础,而且老公也是因为救我才弱成现在这个样子。 我就在心里边安安下决心,以后我一定要好好伺候老公,无论他成什么样子,我都要永远陪在他身边,绝不离开他。 老公也是怕我心里边内疚,所以每次面对我的时候,他总是笑呵呵的,表现得很开心的样子。 而且每次婆婆说我的时候,老公也会及时的制止,不让婆婆说我坏话。 自从老公瘫痪之后,我每天白天上着班,婆婆则是在家里边伺候老公,到晚上我下班回来,就给老公擦洗身子,陪着他聊聊天。 日子其实过得也是挺快的,一转眼五年过去了,我们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,但是我情愿一直陪着老公,因为我的心里边确实既愧疚又感激他。 要不是老公救了我,那么现在躺上船上的人肯定就是我了。 刚开始老公对我还挺好的,可是后来近两年,他不止一次的跟我说想让我再嫁给别人。 因为他觉得我们两个之间又没有孩子,而且我也照顾了他这么多年,他不想再耽误我了。 但每次听到他这么一说,我就及时的打住他,我说以后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,无论怎么样,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。 后来老公对我的态度越发冷淡,而且时不时的就会摔东西,发脾气。 我知道他是故意这么做的,他是就是想逼着我,让我走。 平时我就上这班,每次到周末周日到时候,我就在家里哪也不去,我就好好陪着老公。 后来他又是发脾气了,他就是又说起这件事情,一定要就是让我走。 因为他现在已经瘫痪五年了,他觉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,我的青春又还有几年呢? 他就想着让我再嫁给别人。 为此事,我们就开始大吵了,在房间里说话声音越来越大。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,婆婆就站在了门口。 这老公就说,嗯,你就是不要在这里陪着我了,我现在看着你就烦,你赶紧走,赶紧嫁给别人去吧。 我当时听到老公的话,我知道他是故意这么说,故意激我的。 我说,不管你怎么样对我,我都是不会离开这个家的。 老公非常生气的,就说,五年了,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,我以后肯定就好不了了,会一直在床上躺着。 你要把你的一辈子都葬送在我的手上吗?你快走吧。 婆婆这个时候就冲进来了,就说,什么,你要嫁给别人? 我这儿子是因为你才出的车祸,才瘫痪在床,短短五年时间,你就够了,你就想要嫁给别人了吗? 我刚想着说什么,婆婆然后就说,早知道你是这个样子,当初我们家就不应该娶你,你真是一个丧门星。 把我儿子喊成这个样子,现在你就如此无情,就想着转身就要走了。 行,你嫁给别人,我们家也不会不放你走。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,就是你一定要给我们家五十万,因为你走了之后,我们家肯定要请人照顾我儿子,这肯定也是需要费用的。 我不管你是出这五十万也好,还是你想嫁的那个人出这五十万也好,无论谁出都行,如果没有这五十万,你别想走出我们家这个门。 听到婆婆这么一说,我也是委屈的流下了眼泪。 这个时候我老公就说,妈,你在这儿搅和什么呀? 她不想走,是我一直逼着让她走的,她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想嫁的什么人,你这儿不要断章取义了。 婆婆后来得知事情的经过之后,她就觉得是误会我了。 然后婆婆也是满含泪水就说,孩子呀,这么多年,确实你在我们家也是受了委屈了,但我们这老两口这日子也不好过呀,这心里边也是特别难受呀。 我看见婆婆这个样子,我也说,妈,我理解,我真的理解的。 然后我就慢慢走到老公的面前,我说,你能不能不要故意发脾气了,我知道你是故意对我冷漠,故意想让我走的,你放心,我永远我都不会走的,无论你对我好,还是对我不好,我都不会离开你的。 所以咱们以后就好好过日子,好不好。 老公看见我的态度如此的坚决,然后就抱住了我,婆婆在一旁也是善人泪下。 我当时就对着老公还有婆婆的面,我就说,无论你是在床上躺十年,还是二十年,还是一辈子,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,我会守着你,守着咱们这个家。 婆婆听到我说的话之后,也是气不成声,然后走到我和老公的面前,紧紧抱住了我们两个。 婆婆就说,孩子呀,妈以后也会好好的对你,咱们一家人就好好过日子吧。 然后我就微笑点,深深点了点头。 这是发生在一个网友身上的故事,她跟她的老公本来就是自由恋爱,有很深的感性基础,而且她的老公又是因为她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 所以她心里边特别的愧疚,她就想着这一辈子一定要好好陪着老公守着这个家。 她的婆婆对她的行为也算是感动到了,所以一家人就决心以后好好地过日子。 好了,咱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,大家认同这个网友的做法吗?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点赞关注,咱们下一期再见,拜拜。